今天一场新的马拉松将开始 那么在中国更是首次 无人价值会更加的精准 今天台湾汽车两辆无人驾驶汽车从重庆出发 前往2000公里外的北京 这标志着我国首个长距离行驶的 无人驾驶汽车超级测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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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